我们云云群猫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汤林圈目前的位置呢 是在四川南充的这个凌云山 凌云山呢 它是位于这个四川 这个南充呢 郊区哦 真的 这个是个非常高的这个山 那到凌云山我们发现到呢 因为呢 这一边的话呢 因为海拔很高 所以上来是挺辛苦的 它也不像一般的游乐设施 很多的游客 在凌云山呢 让我们最特别所看到的呢 就在这一边的这个 死雕欲观音 其实呢 这个汤林圈呢 也是第一次呢 看到这么多学习儒生呢 每一个姿态都不一样的观音 我们来欣赏我们一尊观音的这个尊龙哦 而且这个是真的是在岩石哦 靠这个岩石这个弊调而产生的 所以呢 来到这个凌云山 可以说给它感觉 相当的这个壮观哦 来我们看一下不同的观音的造型 首先呢 来带领大家看一下宋子观音 我们看这个观音呢 来跟一个小朋友有没有 这是我们呢 在民间呢 所这个知道的宋子观音 来我们看一下另外这尊观音 其实透过今天英语序文报呢 这个采访画面哦 大家可以呢 深深的感触到呢 每一尊呢 这个在南充呢 林云山的这个观音 真的都是栩栩如生 有不同的这种哦 有不同的这种哦 样式 我们大家都知道 观音音呢 是旧苦旧难哦 这个 在民间呢 也很多人信奉这个观音哦 如果能够亲自来一趟呢 四川南充的林云山 你就可以更加的呢 体验到呢 观音呢 它的一个慈悲为怀 有没有 这边有不同的观音 有 你看一下 这整个是一个大岩石 我们往上看有没有看 是啊 那这岩石 所雕刻出来的这个观音 来 我们现在镜头再往前看哦 不同观音的造型 我们再看一下 在这边的话 不同观音的造型哦 大概啦 这个有近百尊哦 而且每一尊的这个刻工哦 雕工 都是相当相当的这个雄伟哦 让我们感受到呢 透过这个画面的感受到哦 这个来到这个林云山 真的是不需此行哦 其实的话呢 南充的位置呢 如果你从成都呢 然后呢 再做八十到南充的话 大概要三个半小时的时间 有没有不同的观音造型 这边也是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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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观音的造型又不一样 现在的时间呢 是呢 十二月份哦 但是呢 在呢 这个哦 四川 南充哦 今天呢 天气并不会冷 而且相反呢 是阳光普照 我们可以从呢 英语新闻报的采访方面 可以感受到哦 这个阳光的这个灿烂 这个阳光的灿烂呢 在十二月份呢 照到这个观音的脸上哦 更显现的观音呢 它的一个慈悲为怀哦 五五五条 吸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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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